現在不只缺水的時候 發生了火警 缺水的這個時候 竟然還水管爆裂 在臺中已經開始限水 實施工五停二的措施了 沒想到西屯區的工業路 卻有水管 爆管水流成河 整條工業區的馬路 出現了積水 水 甚至像泳泉一樣 不斷地冒出 還夾帶著黃泥巴 附近民眾就說了 爆管水流了將近兩個小時 他們批評自來水公司處理的速度 實在是太慢了 不曉得浪費了多少的水資源了